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就把这个矛头就指向说可能是发展商就酷用了一些暴徒来破坏这一间信毒庙 其实这是一件不能够被忽视的社会冲突事件 那么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政治人物也陆陆续续开始发声 要求各方OK哭打保持冷静 不要让此事成为种族跟宗教课题的争议 目前骚乱已经平定了 而警方至少也逮捕两人归案调查 那么其实还有更多的真相 有待发觉 有待调查 那么各方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克制自己 不要煽动民众的情绪 否则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在这个时候 警方的调查和他们的发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警方是执法跟调查的机构 以及是这方面的权威 但是西蒙内的应议政府部长 却一起开设他们对苏邦灾亚的警区的警方 表达不满 认为说这个事情不应该把它标签为 是应议对应议的冲突 OK先来看一下 这五名政府部长就发表了联署声明 就说其实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苏邦灾野警区总部发表的声明 是有误的 有错误的 那联署的政府部长就包括了没有党籍的 首相署部长瓦塔木迪 也包括了来自行动党的人资部长古拉 通讯部长戈彬兴来自行动党 那来自公正党的水务部长西维尔 以及来自公正党的乡区发展部的副部长西华拉莎 那瓦塔木迪是负责掌管这个团结事务的 他在代表念出这个联署文告的时候就说 全国总警长扶持其实有必要即刻重新这件事情 同时要介入调查 因为苏邦灾野警区总部的这个文告是错误的 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那在应议的这个社群当中 已经制造了紧张 因为你的这个发表声明 就说应议对应议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说特别是苏邦灾野警方的一个迟缓 还有就是低效率的应对 所以他认为苏邦灾野的警方应该要受到调查 以及几率的对付 所以警方必须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和独立的调查 因为现在已经有正副部长站出来说 不满你警方的这个表现了 你的这个效率 那么这些警方的调查呢 必须要找出信都庙被袭击背后的凶手 到底是谁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将这一批施暴者绳之于法 让他们面对法律的这个制裁 同时呢 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民众在这个时候呢 最需要的是冷静 往往在这个时候 我们最缺乏的还是冷静 那么民众呢 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冷静 或者是冷静缺席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会在各自的这个WhatsApp 或者是社交媒体群组里面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各种 袭击的照片啊 或者是视频就会不断的这个流传 这个过程呢 就很容易的挑起了民众的这个不安 以及愤怒的情绪 一旦民众失去理性之后呢 那么相信他们呢 的情绪被挑起了 看到信都没有被杀毁 车辆被杀毁 那么这一股情绪呢 可能会化成行动 会激发更多人的 这一个粗暴的一个动作 瓦塔穆迪就有说呢 政府会密切关注这一件事件 因为这一个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呢 看起来呢 可能会破坏我国的多元种族呢 还有宗教的社会 那另外呢 朝野的政治人物呢 现在也呼吁民众呢 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要给予呢 种族分子呢 就是有机会呢 就是可以介入的 那雪州大虫呢 阿米鲁丁呢 就在推特发文的 劝靠民众说 让警方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呢 来完成这个调查 也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呢 发出任何 就是会跟种族主义啊 或者是煽动 或者是仇恨的言论 其实这是考验西蒙 在处理种族跟宗教事情的 这个职位 这起事件呢 涉及的是 英语以及信徒教徒 那么西蒙领袖 已经站出来发言了 我相信理性的马来西亚人 都热爱和平 只有少数的种族主义者呢 是阶级要挑起 种族的紧张关系 那么偏偏 这群少数呢 往往讲话是最大声 而且动作最多 也最懂得宣传的 最厉害鼓动民众的 这个群体 真的是很令人讨厌这群人 那么他们通过 各种各样的平台呢 来散风点哦 来刺激民众的这个焦点 那么最终呢 只会让一小撮的人得益 那么赔上的是 马来西亚的中庸 以及我们的这个合并 多么的不值得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